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你记不介意我再多拉一位乘客啊 哦不介意 小姑娘你要去哪啊 我想去将军雅鼠 你能拉我一程吗 行快上车吧 哎好 来小姑娘这边 慢点 慢一些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 谢谢你好信任 我刚才路过好几个车 他们都不拉我就你拉我你真好 没事的举手之劳嘛我们走吧 哎 哎 姑娘将军雅鼠到了 谢谢你啊 这个是车费我眼睛看不见你自己走吧 姑娘这个是找你的钱 谢谢那我走了 啊 啊 师傅 不对啊 这个钱那给多了 姑娘没事的毕竟呀我赚钱比你容易一些 先生 清城公园到了 好 来这是车费 大哥 这钱也太多了 这些钱呀 这些钱呀 包含刚才那位小姑娘的 我也快给了 毕竟呀 我赚钱比你容易一些 走了啊 家人们 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去包住 更多需要包住的 即使我们没有能力 也就要轻从善念 我相信 好呢 一定会有好包的 让你别开出花 伸出心脏的枝 呀 将冬菊 他又了 小子他是谁 你又是谁 你跟我是谁 你是谁 你让我说我就说呀 你他是谁 行行行 他是我妹 过来跟我开了我家房子拆迁的事 啊 拆迁了 那是好事啊 走 咱们回老家 我在还忙着呢 有什么事赶紧说 你有什么可忙的 就你这破公司吗 对 就我这个破公司 怎么了 我来 本来是想跟你分手的 顺便呀 给我一笔补偿费 正好啊 房子不是拆迁了吗 把房子也分给我 你谁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你是谁 喂 我当然是你女朋友了 女朋友 就是和我家的房子呀 这应该是你 给我的青春补偿费 就因为我现在 把钱借给朋友还不上 我现在有空呢 你就要给我活手啊 对 就是因为你现在穷了 你还把钱借给了别人 你装什么装呀 喂 任总啊 钱呢 给你转过去了 都转了五万 就当是利息了 一会儿啊 我进个饭店 给你发位置 兄弟 你客气了 哎 对了 李总那的采购协议啊 我派人给你送过去了 你看没什么问题的话 有钱了吧 是吗 这可是个大伙 回头我把利用的六成 送给你 不用了兄弟 这都一年了 你都被张哥问我要过钱 你就 怕我不还你吗 说啥呢 当时你也是被朋友看了 我问你 你还相信朋友吗 你说姓 对 你也是姓 所以啊 你是我朋友 我姓你 从不说感谢 心里的经历 今天好了吧 这两个加起来 有两百多万了吧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就和我没有关系啊 刚才你还说 咱俩不是没关系了吗 你补偿了我 咱俩就没关系了 好 补偿给你 你有钱你就甩了我 你真不是人 哥 这钱就那么给他了 妹妹 他卡你没钱 啊 那你 妹妹 别人怎么对我好 我就会怎么对别人好 所以不是 不值什么钱 朋友不交不值好会 所谓 陆游芝麻利 日就 借了 借了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魂在其中 去找我 走呀 前面有人 快走 哎 小姑娘 你这是在干啥呢 上班时间不用工作吗 你谁啊你 管我呢 你来这里是上班的还是玩游戏的 不然呢我不来上班难道我在许愿吗 现在已经上班了 大家独罪工作 你还在这里玩游戏 我在这想玩就玩 没人能管我 你谁啊 这里是公司 是你的家吗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啊 啰哩啰嗦的 烦死了 我是这里的老板 马上要开会了 老板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别处在我这里 智经理就是这要管你们的 智经理 那可是我姐 赶紧走吧你 小心一会回来我叫他开了你 你不等了 哎秘书 那智经理到他我的办公室 好的人总 智经理人总那边上上 行行我知道了 上啊快上走 你是不是不回来 任总你找我啊 智经理 你也在打游戏呢 你看看你把公司管理车啥样了 哎呀任总 这不是大环境不好吗 反正也没什么人 呆着也是呆着 大环境不好 那总部那边大环境也不好 那为什么还能周潮右转呢 这还不是公司没什么事情吗 没啥干 你做人一个经理 就不会出去找业务吗 没啥干的时候 能不能把你的别人带好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 听说是你的一个小表妹 跟你一个德行 敲打二拿团和他打游戏 陈总 平时他又不是这样的呀 啊那今天正好让我碰上了 你别给我狡辩了 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反应过这个啥 我今天是偷口来给你们开会的 哼没想到让我碰个这么早 还有 摩扣那个保安 你叔叔也不小了吧 也是你家亲戚 是 他年龄是有点大了 他是我救走的叔叔 你知道他岁头大了 还把他走进公司 万一出家上怎么办呢 我车子进门我都不敢饿了 你跟我说 这公司还有你多少钱 你看看先生的公司 都快趁你家七大姑八大爷的公司了 你干脆 你这他妈回去一起玩吧 走就走 走就不想干 不想干是吧 不想干该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我愿意做一件锒铛不及的俗人 可小兄心都不知一闻